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琳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说金融 其实对很多小伙伴来讲 选专业和选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 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金融呢 也一直都是一个很热门的 就是你问大家为什么选金融 体面 高薪 离前进 发展好 反正我当时就是那么小的 所以我就选了金融这个专业 但是呢 你再看金融这个行业 你说出路那么多 就是银行 投行 券商 基金 保险 信托 资管一大堆 在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金融是什么 这些工作到底都有什么区别 所以今天呢 小琳想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 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最易懂的方式 从1.0到5.0 跟大家聊明白 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下面信息栏里放了更多详细版的 跟找工作相关的资料和课程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按需所需 好 咱们先从1.0开始 最简单的模式 假设好几百年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金融系统 金融结果什么也没有 我 小琳 我是一个穷光蛋 但是呢 我奶茶做的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开一个小琳奶茶店 我就缺启动资金 诶 这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隔壁有个老王 藏了点私房钱 是个大富豪 于是我就找到老王 我说 狼大哥呀 小琳我想开个奶茶店 你能不能借给我100块钱 生意肯定特别好 赚了之后连本代理还你100亿 于是老王就心想了 你说我这钱放床底下 放着也是放着 也不能生出来个鸡蛋来 那我还不如借给小琳 年底呢还能多出来10块钱 那我就借给小琳吧 于是乎 这个钱就从老王的床底下 流到了小琳的口袋里 成了奶茶店的初始自金 这个呢 其实就是金融最简单的 1.0版的 你别看它这么简单啊 其实它已经概括了金融的本质 金就是钱 融就是融汇流动 金融呢就是钱的流动 让它走到更能产生 更大价值的地方上去 你看刚才那个例子 老王借给小琳了100块钱 对老王来讲呢 能多10块钱利息 对小琳来讲呢 我能去开奶茶店 对广大群众来讲呢 床底下这100块钱 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 所以用专业的话来讲呢 就是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好 我们先来看2.0哈 2.0里边 小琳继续开我的奶茶店 生意做得非常好 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我就想开分店了 开分店我就需要更多的钱 哎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因为老王 他床底下已经空了 他把他所有的钱都借给小琳了 我不认识那么多老王了 同样的 张三包子铺 李四皮鞋茶 王二 麻子餐厅都需要钱 那他们也都没有那么多资源 去找到自己的老王 怎么办呢 哎 就需要一个中间机构 银行就产生了 这个就是2.0版 它跟1.0相比呢 多了一个中间商银行 这银行的作用 哎 那可非常大了 因为首先 他可以汇集所有的老王 老王都可以把钱放到银行里 然后同时呢 这些所有想开店的人 像小琳这种人 都可以找银行来借钱 那银行在这边 就可以帮助钱更好的流动 帮助资源更好的配置 银行在中间 他也不傻 还可以赚个利差 哎 大家又都更好了 是不是精妙 所以现在发展的非常成熟 以至于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现在傻子才把钱藏窗底下呢 肯定都放银行里去赚利息 好 我们下来来看3.0哈 小琳就接着开自己的奶茶店 但是呢 一点也让我老去找银行借钱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不管我这个小琳奶茶店之后 赚多少钱 我给的利息都是固定的 那低利息呢 就说明它是低风险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这个项目风险特别特别高 那银行是不会把钱借给我的 因为它怕我还不上 就比如说啊 小琳有一天想研发一个 灵堂灵芝灵卡的量子瘦身奶茶 那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能不能卖的好 它有可能是一个 未来潜力巨大的一个新型产品 迅速占领市场 也有可能呢 一推出去大家都觉得 你是个骗子 然后就都不买了 就就黄了 那这个项目风险很高啊 我去找银行 银行肯定不愿意借给我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得想办法去找到那些 愿意承担风险 同时希望得到更高回报的 这么样一个金注 这时候我就又去撒不撒 又找个老王 别叫他王老二了 我就跟王老二说 要不你进来入伙吧 你看这个事儿虽然有风险 但是它是前途无量 赚了钱咱们五五分 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欲失望了二一看 小琳也挺好普 奶茶也挺不错 就决定从银行里 把这个钱给拿出来 投给小琳了 这就说到了3.0 就有了这种入伙的形式 换句话说 就是这种希望能得到高回报 同时又能承担高风险的 这些人的钱 可以留到那些 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去了 专业的名词就叫股权投资 这里头出资的 那个王老二就叫投资人 这边我们听说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硅谷 有一个大佬叫做Peter Thiel 他2004年的时候 花了50万美金 买了Facebook 10.2%的股份 2012年的时候 卖了10亿美金 就是8年翻了2000倍 你看看你要是存银行 8年连一倍都翻不了 这就是股权投资的典范 好 那我们现在到了4.0 这个阶段 小林借着开奶茶店 生意无限好 业务越做越大 又需要钱 那这时候 我又找不到那么多王老二 来给我做股权投资了 怎么办呢 又出现了中间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像投行 券商 或者叫FA 都是做这个事的 他们就是去帮你找王老二 所以在4.0的版本里 你看这些投行 整天就是混这个圈子的 他们自然就会比 像我小林这种创业者 多很多这种投资者的资源 他们也懂得如何去把项目包装 然后让大佬来投资 就像有些马农做产品 不会花PPT 这时候投行就说 没关系 我来 你只要给我钱 这些我全都能搞定 还能帮你把王老二都招来 所以有了投行 就可以把更多的王老二 更多的小林再给连起来 让资源更好的配置 但是在这里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 投行在这里边 和我们之前2.0说到的银行 有很大的区别 银行 它是自己把钱 借给小林在中间赚差价 所以它是承担风险 但是投行在这里边 它就很精明 它说白了 我就给你提供一个服务 我把你们俩给签线签起来 我在中间收个服务费 你们俩之后 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好 现在到了5.0的版本 这时候 我小林的生意做的 实在是太成功了 奶茶店开得是太好 有很多大众 也想投资我的奶茶店 同时我也确实需要这些钱 这就5.0的版本 小林奶茶店的股份 可以公开发行给大众 让大家都零零散散散散户 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成为小林奶茶店的股东 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 上市 IPO 敲钟 都是这么个事 所以像纽交所 港交所 上交所 也都是干这个事的 当然这中间 一般也是有我们刚才4.0里边说的 那个中间商投行参与 说白了就是 它已经接着给你提供服务 但这次不是去找人单独借钱了 而是帮你去上市 你看到了5.0的版本 基本上大家手里的闲钱 都可以根据风险的程度 投到不同的渠道里 得到相应的收益 同时这些不同风险程度的项目 也可以通过各个渠道 拿到自己的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会复杂很多 就是有无数个小林 无数个老王 无数个王老二 和无数个中间商 然后在中间一顿交织连接 所以你会感觉 整个金融系统特别的庞大 不过说白了 归根到底 追本溯源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咱稍微捋一下 主要有这么三个角色 一个是融资者 就像小林这种 需要钱的 需要做公司 开展业务的 第二类就是中间商 就是在中间可以帮你保持 第三类就是投资人 不管你是股权投资 还是债权投资 老王王老二 其实就是干这个的 当然在现实里面 我们说的什么小林老王 他不光是一个个人 也可以是指一个机构 或者一个公司 而且这里面一个公司 可能做很多业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公司大了什么业务都做 咱们再稍微捋一捋 这几个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 都是怎么运作的 就比如咱们普通人 有点闲钱 你放银行里存着 这时候你就已经在为 金融体系的发展 做出贡献了 因为你往金融体系里边 注入了资金 你就是个债权的投资人 当然如果你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 你就是一个股权投资人 有些人又说了 我自己作为一个股权投资人 我也不专业 我哪知道我是买小李奶茶店 还是小李奶茶店 还是老王包子铺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角色 就是基金 基金其实是一个很笼统 很泛的概念 说白了 就是它会汇集很多人的钱 然后有一些特定的需求 去投到特定的产品里边去 像我们平时听说的 什么私募基金 风投基金 养老基金 对冲基金等等等等 都是基金 那为什么听着很复杂呢 另一个原因 就有可能会发生 你把钱投到A基金里 然后A投了B基金 B投了C基金 C最后投了一个什么项目 所以它这里边是变相 一层一层包来包去 就搞得非常的复杂 假设它最后投到了 小李奶茶店里头 那最后小李奶茶店赚的钱 是要被这一层一层 拔皮去分的 但是你不要觉得 拔皮这个词 达到了相应的收益 又是资源更合理 有效配置的一个方法 再来我们说说中间商 投行就是我们平时听说的 高盛 拿磨小磨中金中信 这些就是最典型的中间商 它可以帮你发股 它可以帮你发债 它可以帮你上市 你只要有资本市场的需求 它就努力帮你完成 然后在这中间 它就赚取一个中介费 投行除了可以帮你发股发债上市 在刚才我们说的 这些债券和股票 都发行了之后的 这个流通市场里边 它也可以接着给你提供服务 就比如说 你想买一些特殊的产品 你想买一些衍生品 它都可以卖给你 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市场的流动性 这种发行之后的交易 也是我们平时经常说到的 二级市场的交易 这也是为什么 经常有些人叫投行叫卖方 他卖什么 他卖的就是服务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个服务商 还有很多把我们知识体系搅乱的 就是那些大公司 像是阿里 字节 腾讯 其实这些呢 它们本身的业务是最典型的 我们说的那种需要融资的公司房 但是呢 它们现在越做越大 钱越来越多 于是就都有了自己的投资部 在市场上又充当投资的那个角色 像阿里还有蚂蚁金服这种 又充当了中间商 这就基本上是全包了 所以说到底呢 金融就是让钱更合理的配置 至于金融里边 到底适不适合你 到底应该选择什么 怎么入行 应该学什么呢 我在底下放了更多的资料 可以供大家参考 喜欢小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赞支持 关注我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从1.0到5.0 金融到底是 这时候呢 小铃奶茶店就 又又又 又又又又 需要钱了 最后呢 祝大家选好职场路 迈入社会一小步 走好人生一大步